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一组第二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收督微学位课程对于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尼大于弊 对赛双方为正方保粮局赛计有学校 以及反方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现在首先介绍双方辩员 正方主辩许怀軒 第一副辩余思乐 第二副辩戴梓津 杰双刘心蓝 反方主辩謝洛瑤 第一副辩朱沛 第二副辩鹿丝雅 杰双刘易奏 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汇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政权老师 蓝田圣宝陆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邓慧蓝小姐 以及金巴伦掌老会要到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黄宝恩老师 我们正方结变的人选有修改的 我叫中善儿 你可以看我的名字 好,可以明白 好 已经更改了 那么 所以人选那里应该没有其他的更改了 正反双方 反方的二副应该调反 反方的二副 应该是叫什么名字 二副是朱培恩 二副是朱培恩,一副是鹿丝牙 好,明白 好 应该没有其他的更改了 那我就继续 介绍一下赛事 好 本场比赛分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以及结变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就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而台下发问完成后 就会进入结变的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以及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就会有叮一响的提示 而计时员 我会用口叮一声 如果到时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再提出 而够钟就有叮两响的提示 超时15秒就会连叮几下 而详细赛规已经发布 各个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想问有没有一个PowerPoint展示出来 给我们时间看 因为 这次是有录影上的限制 所以可能就不会有PowerPoint 但是 因为 赛规里面超时应该是不扣分的 所以到时 如果真的去到超时 就会直接停止 所以丁那边就是 现在应该没有延期的 因为我又开了两部机 就应该是没有延期的 那就是 如果是否也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的话 首先有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的话 就可以向继时员讲可以 正方主便如果准备好 就可以解除正音 可以 可以 叮 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有方同学 不知道你们收到变体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方当时人人的表情是无比精彩 心里面其实是一单问号 微学位究竟是什么 于是我们打电话去访问全港最有规模的微学位机构 科契学院 负责人就说 他们以创科为主 目前招生烈烈 当读都要读到明年4月 微学位在香港是新兴 但在外国已经超过了10年历史 世界上最大型也是全球第1间的微学位教育机构 位于美国的邱达河城 成立于2011年 分4大学是 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 程式设计 和自治系统 至今已经培训了超过10万名毕业生 10年间 微学位越见普及 内容也都由最初的创科为主变得更多元化 例如有商业管理 会计财政等等 说了这么久 微学位课程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第1 科程词 科程密集 时间短 传统大学要读几年 但微学位课程 一般是一年内就读完 第2 就业主导 重视市场知识 相比于大学重视理论和研究 微学位就重视职场人士进修 更注重于实用 更会聘请一些业内专裁导师来做导师 例如谷歌和苹果高层都是优大学成的导师 这种新兴的进修方式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香港青年竞争力系统报告 竞争力是指青年面对独立生活 和不确定的社会变化时 所需具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以要衡量今天的变题就需要问 修读微学位是否能讲清 1 满足老板需要更以升职加身 2 满足各韩各业发展需要更以运工和调草 3 满足时代需要更以捉紧机遇 4 与其他人竞争时 矿优势 最落后 答案是可以 我们先来讲一下老板需要 而科举学院为例 4成的学员都因为老板不满竞争力不足而报道 事实上老板都希望员工可以做到贴 专 摆 即是够贴士 够专业 进步要够快 面对网络化 全球化 市场变化急速 微学位正好帮到忙 得老板重用 第二 满足各行各业发展需要 根据理应最新调查分析了20年打工仔最需要的10大技能 包括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等都和藏货上关 微学位会邀请业内人士分享市场知识 再讲清运工和跳槽 第三 满足时代需要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干扰和施政报告 都提出以藏货为本的经济新跑道 如果要掌握这些新机遇 就必须要掌握藏货知识 可惜很多人读书时 都没有Standley收 而修读微学位就可以补充青年实力 最后 港澳不仅是要赢自己 还要赢了内地的精英和外国的专裁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香港在固员技能方面 就排第20名 其中 创生能力是最弱的 而修读微学位 正正可以帮助港澳追落口 不过微学位是不是有利 舞弊呢 也不传言 我方明白可能出现这些质素参差等的问题 但我方都相信可以透过加强规矩处理这种问题 相比之下 修读微学位可令到港澳 开眼界 掌知识 助就业 得上识 如果反方不同意 又请问你们觉得 读书增值为什么是一样坏事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辨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请问刚才用人手这样钉是听得清不清晰的 清晰的 好 继续用这个方法来 做时间的提醒 然后有请反方主辨 你有4分钟时间 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解除正音 读微 好 如果准备好请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叮 还有个位 大家好 有方问我们问题 真值学业是否好事 我方答你是好事 但是微学位做不到 有方开别不难 有方有两个误解 一对课程特性误解 有方觉得微学位课程时间短 课程内容是专注培训职业技能 可以一方面青年进修 但正因为课程内容专注培训专长 发现时间短 内容自然会少了 亦都精简了 学到的东西只是好片面和基础 又怎会有了培训专业入财呢 但微学位课程针对的是培训专业 例如人工智能 电脑数据剪片 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 去学习和累积经验 在一个这么短又欠缺实习机会的课程里面 根本不足够应付未来的需要 另外微学位课程在网上教学 放了一条片在平台上 学生按了进去就当提 上了课 因此领南大学调查显示 如六成受访者表示网上教学 欠缺自我约束 缺乏课失学习的气氛围 交代能力胜宜 所以学生达到出席率 那究竟是否能掌握技能呢 以何谓提升竞争力 对提升竞争力的门槛很低 觉得可以 令青年追了 落后 觉得微学位可以令青年 学多了东西就可以提升竞争力 但学了不等于学到 按一方其他标准 世间上任何课程都可以 会学了东西 都可以叫做提升技能 竞争力的话 反方根本没有任何的论证空间 不如反问有方 是不是所有青年去报导一个短期 做蛋糕的课程 有方都可以理解为提升了青年的竞争力呢 所以甚至变题标准不能太低 所谓的提升竞争力 应视乎 上完课程之后 年轻人是否能够在职场上 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而我方反对变题语言有意 第一 学位认受性低 无助青年特位而出 现时香港资力架构共有分7级 以方便企业篩选人才 并未收睹学位的学生提供参考 一个学位的认受性就在于 它在资力架构中的等级高低 微学位根本就不低属于资力架构任何一层之中 即是想加入资力架构 微学位同意时资力架构 所有课程的属性和定位 不同 难以定位 再开微学位课程 欠缺监察机构 所有课程内容 导师安排 学生入学和毕业要求 通通都由机构自行决定 一次微学位课程的 次租 Udacity 邀请了超过50%的导师 没有教育相关经验 可见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 微学位的课程素质承移 无法让雇主对学位毕业身具备信心 第二 导致学位贬值 高等教育不再高等情况在香港已经出现了很久 正正因为坊间不同课程不断出现 学位泛滥问题严重 个个都是大学生毕业的情况下 学位本身于就业的价值已经大幅下降 同样地微学位面对同一样的问题 通常严重严重进修课程 雇主已经无法通过学历去判断 应征者的能力高低 而未学位入学毕业的要求 门槛都很低 个个人都可以收读 人人都有所说的专业资格和能力 正因为 根本无法判断 应征者有的学位有何特别之处 因为人人都读 所以令到 雇主对课程的信心 叮叮 下降 最后想问有方 一个学不到东西 同时都没有就业 同时都没有就业的课程 是不是对提升青年 例大于比 多谢各位 反方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1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到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反方主辨提问 发言时间1分钟 反方主辨准备1分钟 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的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正方主辨提问 发言时间同相 而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 及回答一次 之后 就回到正方一副的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吧 现在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在依发言次序来说是回答分数 而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请解除正音 如果准备好请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正 有方同学 根据 根据Udacity的报告 我们看到 在他新工作或者晋升的毕业身之中 他有七成的课程 他有七成 在完成了课程之后获得加薪 这个不是正正证明到 其实读了微学位之后 学生可以吸收到他的技术 微学位的确是可以有助 获得職业 而这个 也是一个竞争力的体验吗 有方同学 然后反方煮便有1分钟时间准备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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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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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學位只不過是電筒水的 但是會令到你就學得不深入 但有分同學這個其實是你資料搜集再次出錯 例如一般大學他們有大約一千個中學的課程 但我們看到科技學院他們的微學位就有七百個小時 但有分同學可能為什麼會少了呢 就是因為大學會學得廣 他們除了要學他們專方的內容之外 也要學其他內容之類 就像他們的文章等等 但這些不是微學位的特質 微學位就是要深入 他要夠專注 所以其實特地上他們學的內容是相差無幾的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又擔心了 會不會時間短而難而吸收 但有方同學你這個邏輯 你這個 你是不是有什麼數據支持呢 我再次重新 我們就見到九成人畢業是有工做的 是有大公司請的 請有方同學真的解釋一下這個現象 那現在由於有方同學不是太明白 這個無何位的需要 讓我們再說一次 在現今的時代 尤其是在疫情的時代 我已經要剪刑了 青年打工要符合老闆的需要 創業就要貼近社會的需要 青年要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無論在各行各業 微學位都是幫到你的 上運工 老闆就更加需要一個有能力的餘工 經濟就更加需要得到老闆的認可 想創業就競爭力 想創業競爭力會更大 要和香港其他的中小企業競爭 要得維爾出 並非這麼容易 真的要過五關斬六仗 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 證明微學位為何會幫到你 例如你要搞一個網上的補納社 你要有專業知識 你要懂得寫例如C SQLE等等的程式 那這些微學位就搞到你了 你要懂得到 市場的競爭 市場的網上行銷 這些也是微學位教到你 你要去理解很貼地去實際上的情況 而微學位都是這麼貼地的課程 它是幫到你的 你要轉變得這麼快 所以微學位都幫到你 希望有方同學解釋一下 為什麼微學位不可以達到 競爭力提升高的位 正方一副發言事發 時間為三分零九秒 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可以的主席說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多謝有方今天已經承認了我們的閉處 有方主便說到 微學位可以令到它有監管 從而保證它的質量 其實有方也知道 微學位質量是沒有保證 所以才需要去改 但如果一個課程可以按照有方 這樣說想改就改 那它還是我們今天在討論微學位呢 其實你想怎樣改 那裏是博士學位 這樣也可以 同時 有方今天是不斷的智商矛盾 不斷吹諷微學位可以培育到專業的人才 同時它的課程又短 然而我們讀四年大學 先免許它叫做專才 微學位只讀十幾個星期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它真的這麼厲害 那大學還有什麼重要存在呢 我們再來看看有方的理處 有方認為微學位可以培養到青年令它們就業 又可以令企業取它們所需 先看青年 但微學位這件事根本就不受社會認可 不在資力架構裡面 出來社會就像武毒一樣 為什麼大家都不會理會它這個學位 如何幫助它們就業呢 而微學位作為一個 只讀了幾個星期的課程 主要是沒有監管 只看影片 按過制 就自己說自己專業 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會不會去聘請這樣的人呢 又如何可以令企業去取它們的需要呢 而最後不妨看看微學位無助就業的原因 有方認為是因為他們能力不足 然而有方是完全錯判嚴放 從年輕人個人能力的角度出發 根據青年競爭力指標研究顯示 在高科技發展趨勢下 即場更加講求人際溝通和協調技巧等軟技能 然而有方高級微學位 根本就沒有辦法培育到他們的溝通協助能力 有方忽略了微學位的特色之一就是網上受課 現在大家都知道網課之上 私生缺少了溝通互動的機會 才能夠訓練到他們的溝通和協助能力 而同時 微學位課程課時很短 但教學力量已經不能再被削減 所以為了方便而付出的代價 就是將協助的部分全部刪減 而換取幾個星期內 就可以完成課程這個所謂的優點 到底是幫助年輕人提升什麼能力呢 而再看社會的實況 有方常常認為 年輕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是否他們不夠呢 但事實是這樣 僱密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瓜卓趙指出 由於香港經濟結構偏重工程、金融、醫科等 欠缺了人民學科、純理科等的相關學科職位空缺 而跌手這類學科教育的青年難以為互相足配的工作 由此可見 青年失業的主因之一是因為香港的產業鏈 過於集中於特定的行業 難怪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葉小輝教授都說 部分大學生仍然在做 只需中學學力的工種 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適合他們的工作 想問有方的問題非常簡單 今天你大量推行這些微學位課程 到底怎樣可以解決香港產業單一的問題 提供更多就業的機會呢 還是有方今天的標準真是低到 定定 好過我不會 所以就提升了年輕人的競爭力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正方第二副別 你有3分鐘的時間 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 請向主席說可以 師妹師妹聽不聽到 主席聽得清楚 好 可以 定 主席評判一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相信今天有方同學 是不太了解微學位的課程 有方同學說微學位的認受性比較低 但是我們看看這個科企 他們其實跟很多大公司 或者很多大機構都有合作 我們剛剛都說過了 有匯豐 有茂法國 還有Acentra 愛林哲 這間科技界的行業巨頭 有方同學說這些大公司認證 他就可以了 大公司認證 就是對他的能力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顯示 連大公司都認同 他這個課程 是可以提高到這些人的技能 是可以令大公司有練 這個原因去聽請他們 第二 有方同學就說 學位泛濫 是人 登入去就可以拿到這個學位 其實不是的 看回很多微學位機構 都是要求學員 進行一些專題報告 去考驗他們的實用技能 例如如果你去讀一個編程的課程 他就會要求你進行一份功課 最後還會有一份最大型的報告 只要你實習一下 看看你是否真的做到他的課程要求 當然這個人要夠出席率 而且導師也會平衡這份報告 是不是他自己做的 達到課程要求 才會頒一張整書給他 而且他們也是有入學試的 會考驗一些學生 基本的電腦技能 以及英語技能 根本就不是由有方口中所說 人人都可以去讀 至於質量的問題 有方同學是沒有一個行業 或者沒有一樣東西 你是可以保障到 所有的質量一樣 打個比喻 現在香港政府提供免費教育 有些學校好些 有些學校沒那麼好 有方同學是否一口咬定 免費教育不可以利多於弊 不是的 每一行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有方同學一定要接受這一點 至於人際溝通技能 和協助能力 有方同學就說 香港青年最缺乏是這些 但其實這是有方定立的一個假對立 為什麼不可以兩樣一起解決 我就不明白了 當然我們看到 香港青年是缺乏創科的技能 但是有方就看到他們缺乏 溝通協助技能 兩樣一起解決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先讀微學位 更快可以投身職場 更快找到工作 他就可以在職場培訓 他的溝通協助技能 有方同學又說微學位的課程太短 但其實微學位不是短 它是濃縮 還有它是專 不是大學 那又要全人教育 又要讀其他學科 其實課程時間加起來也是差不多 所以絕對不會有有方提出半桶水的問題 多謝大家 正方以赴發言時間為3分4秒 沒有過時 接下來又請反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 如果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今天 據我方提出的閉書 他絕彈全收 主編一出來跟我們說 是的,我知道這些課程是質素參詩 但我們很相信可以靠監管來改善問題 但實際上 問題來 誰監管 怎樣監管 有方沒有解釋過 尼幣比較便皮 最基本才跟有方做比較 先講學習效能 有方說到微學位課程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財經會計人工智能 但其實 賓夕法尼亞大學分析數據就告訴你 他發現大多數學生在兩個星期內 就會對這些課程失去興趣 課程完成率更加低到連一成都不夠 有方是否覺得學習效能是可以放棄的呢 而且其實有方都知道 微學的課程特點就是短 想幾個月變身人才 真的只有廣告才會這樣跟你說 難怪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董事總經理周以平都說 有心進修都應該選擇一些年期交場 入學要求教研的課程 否則你讀完其實都只是浪費時間 今次的心機 如果好像有方覺得 上了課學了些東西 就是提升競爭力 反方今天其實是沒有輪胎空間的 再講課程質素 有方跟我們說明學位學到很多技能 令到人更容易跳躁 有九成人可以找到工作 有幾成人可以加工 但有方先慢著 這些會不會是因為本身個人的條件好 你說那些人找到工作 會不會是他本身畢業在名牌大學上 可能他本身是耶魯哈佛 而有方其實都知道 他們今天 微學位課程是 參師沒有質素的 根本導師有沒有資格 課程學些什麼 用什麼來平衡學生的能力 其實都是由教育機構自己作主 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去決定的 所以會見到微學位 遲早的Udacity 現有課程都有一半是非傳統教授人 出身的人製作 幸運的話 你就遇到好老師 不幸運的話 你就遇到 這些東西這麼像賭博 有方都覺得是幫到人 這些如何受到大眾認可 如何有認受性 最後跟有方回顧過往 副學士的例子正正解釋了 學位貶值其實是前車可鑑 當時副學士學位充飾 個個都說自己有資格被人優勝 結果浸大教育學院院長蘇惠文親自說 副學士課程正正是因為修讀的人數太多 加劇升學競爭而削弱了相關課程的認受性 令修讀的人再不能夠用學歷 應徵這水平 看回微學位課程 他其實比起副學士更低層次更易讀 人人都讀得到 人人都告訴你自己有相關資 又怎能保證微學位是不會出現 和副學士學位同樣的學歷貶值問題 最後很簡單想問有方一條問題 如果競爭力的門檻只是在於有沒有學多些東西的話 今天看過職能雜誌是否也提升了香港青少年的競爭力呢? 謝謝各位 反方以赴發言時間為2分59秒 沒有超時 接下來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而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 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提出 派出一位便員向正方台上便員發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個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首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可以試一試咪 試咪 試咪 好主席聽得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 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叮 入方同學 其實你今天是不斷創造假對立 你又說這個大學 你又說這個香港青年的態度不好等等等等 但其實這些問題 都跟我們讀微學位不衝突 我可以記讀微學位 我去進修我的創方能力 我又可以去做其他的課程 去提升我的溝通能力 那也可以的 其實不如我分同學你回答我 你覺得現在香港青年 你覺得現在香港青年 是否有需要去收到 是否有需要去收到他們的創方能力 去令他們的創方能力進步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我來啊 我來啊 準備時間完結 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股方當然同意學生需要進修去學習創方知識 但這件事未學位根本就做不到 它是一個沒有認可的學位 而且它是沒有質量保證 這件事有方主辯已經全盤承認過 是認為它是沒有質量保證 所以才需要令他們有監管 再者我根本沒有製作過任何假對立 我方只是指出青年就業的主因 青年就業困難的主因 是因為他們的軟技能不足 但有方根本就沒有回應過這個問題 即是說未學位可以學到創科知識 那青年就業這個問題 就由其他學位去解決 所以根本未學位就解決不了青年就業的問題 所以它根本就無助提升競爭力 多謝各位 呃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便員 再出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並且示麥 示麥示麥 主席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呃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提出了香港未來需要特的特質維持在三個層面 一、老闆需要人才 二、社會需要數據分析 三、時代需要新發展 但這些通通都只是證明社會發展的優勢 但不足以可以講到微學位幫到的問題 所以今天 有方要論證的是微學位和上述的趨勢有關 問有方的具體數字 你一副入面九成人入大企業 入去是做無門藍的基層低技術員工 還是有專業要求的專業人員 多謝各位 現在是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是一分鐘的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拍出一位辩元答辩,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请解除正音 准备恶号声 回答有关同学的问题,其实他们入大公司是做专业人员的,因为他们学了很多创科不同的知识 而这些大公司是要请他,例如入汇丰他当然做银行,他要懂得分析数据 他要懂得分析客业的风险,他会不会寄账不还的呢?这些就大做他分析了,就是弥陀卫教了你的 所以我认为有关同学觉得,弥陀卫为什么不能够教他们的知识 有关同学又说,不一定是弥陀卫读的,在其他地方读就可以了 有关同学说,这个是否财图假的,我没有说是弥陀卫读的 我看到弥陀卫读的区,是快一点,是转一点,能力会更加上升 他竟然会更加上升在弥陀卫的地方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原作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请解除正音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 可以 其实有方同学都已经承认了,港青是有需要读创科的 那有谁比起微学位,可以更快更实际更灵活 帮助香港青年掌握到这些必要的创科技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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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拍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1分钟的时间,请加随正音 准备好,可以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其实我方今天很同意有方所说要学创科技能 当然好,但问题是,现在就告诉你,微学位是学不到 微学位这些根本又没有监管,时间又短 你告诉我,今天要学创科,学人工智能,学自动驾驶 大佬,你看过影片,看几个星期,学下自动驾驶 他今天去驾驶,你够不够敢坐?我说不够胆了 他想那几个星期跟我说,学会了,我就真的不够敢相信了 所以如果今天要学创科,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微学或一种课程可以去学的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不是不读微学或一种课程都学不到 所以有方同学,麻烦你看清楚这个世界,科眼世界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课程给你去选择 根本不是你所说的,不读微学或一种课程就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原作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请解除正音或试咪 试咪试咪 是,主席听得清楚 如果准备好,请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有方今天全场只有两个数字 第一个就是要DICT的毕业生读完之后有人工加 但当有方问到你当中有什么直接关系,有方已经不敢再提出 第二个就是被大公司请 但有方也说过,有方不单只要举出现象 而是要证明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 当退一万步,汇丰真的承认微学位 有方能否保证他们被汇丰解雇后 可以像其他认受的课程一样 受到其他公司的认合呢?多谢各位 现在进入1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尾 是否差点赞 立即退一万 这个混音 遇到圈订阅 明天中在这位订阅 1分钟 在这里 可以购充 准备时间 安全 都在会比较 这位的民主 是 兄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正音,準備好可以向主席說,可以 有方同學說,加薪和微學位沒有關係,很明顯不是這樣,其實我們還有第二個數字,我們沒有說出來,是怕有方不會相信 其實Udacity是有三成七的人,加薪幅度超過兩成,是兩成的有方同學,如果計年年加薪,加多少年才儲夠兩成 還有有方同學說只有匯豐認證,其實不止匯豐,有其他大公司也認證 還有他其實是有一份作業是做了出來的,是他親手做的,很明顯是證實到他是有這方面的能力 他才可以製造這個程式,或者製造這個軟件出來 其實這個技術是會跟著他一世的,他無論在香港,上大灣區,北上發展,還是去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好 這個技術也是會跟著他,所以完全是不存在這個技術的問題 還有一方同學就說有其他的課程可以選擇,但今天的辯題不是說 發言時間結束,請停止發言 台客發問環節結束,現在來到結辯的環節,雙方的結辯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請這邊,請多多多數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由反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 閃閃閃閃聽不聽到? 聽清楚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丁 除了各位大家好 香港的青年人無時無刻都經歷著不同的競爭 一出射就欠嬰兒床位 媽媽就逼你爬快點 說走得快點 有時走得快 讀小學就說要學劍橋英語 或之後容易衝出國際 讀大學就說要考入三大 考到三大就要看你是否讀神科 各種各樣的逼迫 都是無非想我們比其他人厲害 在香港你可以做老人做窮人 但千萬不要做年輕人 有個同學其實有沒有真正思考過 年輕人需要些什麼 還有是什麼導致我們今天叫苦連天 有個同學就認為 未學會課程是年輕人的出路 解決到社會的問題 真是反映到有方同學對現況你總總不理解 第一 有方同學對微學位的定義是有誤解的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其實微學位的課程是濃縮和專業 但有方解釋不到一個想培養專業人才的課程 在理論知識上其實是一年半載都能搞定 但最浪費時間是什麼 即是實踐和儲經驗 工作越專業要求就越嚴格 想學生真正地掌握到技能 才會讓他們投入社會 所以有方要搞清楚 專業不是口號要落手落腳做 有方同學一直在說 我們不理解微學位課程 我們理解就是一個沒有監管又短又多外在因素影響的網上課程 有方同學還一直在說 讀了可以升職加薪 當然有兩成同學 但為什麼 兩者有什麼關係 有方是無論證過的 有方同學認為上了一個沒有監管的 可能是整探高的微學位課程 就可以升職 就可以提升到競爭力 有方也說可以上一上網 點完名就走 那又如何令人直接升職加薪 升職加薪是因為自己其他因素影響的 第二有方同學對競爭力是不理解的 有方全場都說 接觸了多一個不受規管的課程 還不是提升了競爭力 這個世界上有什麼課程 是不會提升到競爭力的 有方覺得年輕人花了多點時間 去上一些一 不知道導師有沒有資格教 二 機構背景不清晰 甚至三 分分鐘給完錢就可以完成的課程 都可以 所以講穿了其實有方的立場就是有 好過沒有 有張證書也可以提升到年輕人的競爭力 但方在這條辯題上 是根本不會有任何論證的空間 當市面上充激著很多角色各樣 讀不同課程的學生的時候 僱主的做法很簡單 最後都是選擇最好認識性最高的 去確保自己的員工 比其他人優秀 所以通街都是讀微學 在課程的時候 讀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而最可逼的是 當我方指出說 副學時其實都面對過同一個問題的時候 有方可以完全當看不到的 一句說讀了好過沒有 試圖蒙運過關 又對不起住那些年輕人呢? 車子見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不過你認識他 是因為他叫你離開Youtube 還是因為你知他是一個教育機構的創辦人呢? 他的網上課程跟學位課程很相似 有很多人報 但大家有沒有考慮過是真的有用 還是因為你們怕別人有一張砂紙 是你無患 他說上完他的成功學課程之後 三天內就可以找到超過百萬 但人人都報了 是不是人人都找到過百萬? 過百元也不可以 所以作為年輕人的我們 需要的從來都不是一張人人都有的證書 吹張聲勢的口號 而是一個給我們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平台 今天你想要的是社會大眾對你的認同 還是自稱一個Youtube靠他車子見的認同? 多謝各位 反方傑辯發言時間為3分51秒 沒有超時 最後有請正方傑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假除靜音 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定 評判有分同學在座位 大家好 今天是比賽的尾聲 首先是指出有分和我想犯的謀誤 第一 今天有分同學全場都跟我們說 其實微學位的認受性很低 但是我們今天已經提到 其實微學位提供了這些大公司的面試機會 其實有大公司的認同的話 難道這些就不是職場上最有力的認證嗎? 連這些大公司都覺得讀完這個學位之後 那些學生是有能力 可以值得被聘請的 這個不就是一個競爭力的提升嗎? 其實有分同學不看我們今天提出的大公司 不要緊 其實他今天 學的微學位 學到的知識 學到的技術 其實在哪裡可以應用 去到哪家公司 特意他不懂微學位 不懂微學位也好 其實 老班看到他有這樣的技術 他都會覺得他有多種技術 所以他值得聘請 第二 今天有分同學就跟我們說 微學位課程太短 所以他學到他一定又不專業 剛才有分同學 其實今天根本沒有看到微學位 教授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他教授的內容 包括人工智能 程式設計等等 其實微學位的重點是 他專注在一方面 他讀得精 讀得專一 所以他就算在短時間 他吸收到這些知識 其實學員都可以做到 而跟大學不一樣 他們讀得廣 所以有分同學 就不要再把大學 和微學位做一個對比 其實這個對比根本是一個假對 再加上課程之中 其實學生都需要形成一些作業 其實可以確保他們 在課程可以跟上 根本不存在有分同學說 吸收不到這個問題 第三 有分同學今天就說 其實 香港青年被聘請 聘請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遠距離不足 我們不承認他們 香港青年有很多不足 但是我們今天看回 其實我們看到 職業培訓稿的報告 我們看到 其實僱主 對於各個行業的僱主 其實對創科技能 都有不同的要求 就是說 會計的僱主 就期望他們員工 有大數據分析 風險管理的技能 而金融業就希望 希望他們員工可以做到大數據分析 有機械流程自動化的相當理解 證明其實現在香港青年 現在香港青年各方面都缺乏創科相關的人才 即使在這些特定行業之中 他們都很需要這些創科技巧 其實當免後委可以捕捉到這些青年的需要的時候 這個難度就不是一個競爭力的提升嗎 他們都可以貼合到老闆的需要 所以他們自然會被人聘請 今天的編題其實是討論關於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但對我們這群學生來說 其實聽上去都很遙遠 大家請想像一下 我是一名新聞系的畢業生 其實新聞系的課程主要圍繞著採訪輪理和採訪技巧 但實踐的機會比較少 在工作的時候 由於學大學的知識之外 就要掌握職場上實際需要的技巧 例如是怎樣在網絡新聞做寫作 怎樣經營社交媒體的專業和做宣傳 而微學位的特色就是去教授的是實用的知識 而不是書本性的道理 而我上過微學位的課程之後 就會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市場 更專業也更快上手 表現更出眾 而職場是太弱流強的 唯一的法則就是要不停進修去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員工的自我增值 可以滿足到老闆的需要 成為公司一名的得力助手 即使我之後不停進修去轉行 亦都不見得我收讀微學位是白費心機 即使我跳出來做公關 我同樣要為自己的公司建立網站 為客會的活動做宣傳 尤其是在將來 創科這股大趨勢都是會持中 無論哪個行業都必然會用到創科的技巧 微學位的知識並不會受限於學業 我們的生活模式其實都會比網絡世界所影響 所以要跟進這個潮流 必須要增值自己迎接未來的變化 微學位的課程貼近市場之州 學生學到當然是最新的資訊 可以跳入大時代的雙方 叮叮 面對變化默測的未來 其實裝備自己 為自己開寵更多可能性 必定是有利的 那大家今天究竟是想追趕上潮流 決心拍馬直追地停滯不前呢? 謝謝大家 聖方傑變發言時間為4分13秒 沒有超時 比賽告一段落 大家請稍等一下進入計分環節 而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交界的辯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請問影片 在評判整理分數的同時,我們現在先請評判作出一些評語 現在首先請會資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靖權老師給予一些評語 大家好,聽到了 由於剛剛才寫完大家講過什麼,所以會比較亂一點 都是很簡短想給大家一些意見 或者讓大家了解如果下次見到我的評分,我會看什麼 就是了解我想要什麼 首先一條辯題來講 我是相信因為這個比賽,所有辯題都是由一些有副辯論經驗的朋友來定出來 所以每一個詞語或先後擺位都有它的意義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例如這條辯題裡面要留意 它可以不加香港兩個字 它可以不加香港兩個字,也會變成青年競爭力 但如果今天這條辯題是寫香港的青年競爭力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它是暗示了你要講到香港和其他地方比較的年輕人 在全球化的市場上當競爭的時候,究竟香港的年輕人缺乏什麼 而缺乏的時候這個微項位可以幫到他們什麼 但是似乎這方面,雙方就沒有什麼 從大家的表現,我不覺得大家很特別去注意到這一組的詞語 就是為什麼要下這個詞語,為什麼不下這個詞語 所以我想下次需要留意一下變題的字眼 第一,第二就是我評分的時候,我會希望大家可以拿到一些比較細緻的東西去幫助大家去解釋你們的主線 例如你如果要跟我說這個微學位究竟有什麼用 其實我一直不是不相信或不是不買正方那套的說法 雖然我會有一點聽到它覺得奇怪,有得升職加薪,可以找工作跳槽,又拿去做標準 我會覺得有點奇怪,但是呢 你能夠說到,因為香港年輕人缺乏創科能力那方面最弱 而微學位那些就能夠給他創科的能力 其實按照計應該就幾能夠,我自己其實都幾buy的 但是我覺得就沒有一些的 你不能夠用一些課程的例子,很確實地告訴我 或者很確實地回答對方說的話 例如今天呢,我其實有一件事頗不喜歡 好像頗不喜歡,但某程度上我也覺得是反方的權利來的 就是反方有一些的觀點,或者他舉一些例子 雖然他也是沒有很確實的這些例子 但是你其實都可以回應的,這個都是你正方權利 例如他不斷跟你說做蛋糕 你們倡議那些課程不是在說做蛋糕 是在做創科,人工智能等等 他們跟你說幾個星期讀完,那是否真的幾個星期讀完呢 我就是趁你們大家休息的時候,我打微學位三個字 我找到那個例子,其實大概五個星期 其實他當中一個微學位裡面有幾個,有很多不同課程 其實是Tapkey Academic Micro Master 其實我也覺得是很短的,一會兒我會再說 但是他也不是,他是一個課程幾個星期 但是他讀四五個課程,有些是去到五個星期 所以合起來可能是四五個月的情況 我想說的是,當別人跟你說的是這麼簡單,這麼簡短的時候 但是你是要用一些很實際的課程來做例子 例如拿香港那些去回應一下 你回應對手幾個星期就讀完 讀完出來什麼都不懂了 那你要告訴別人,我現在要創科 創科,例如我要寫網頁的 寫網頁不可能不懂HTML 所以這裡會教,但他也有個課程有其他東西 例如你怎樣管理的伺服器等等 我都有課程來遇到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他讀完出來真的對網頁的編寫和管理是有一個整傳的知識 只不過是讀大學就是要講全人發展的 所以你進去大學的時候,你這麼崇尚要讀大學 讀大學不是不行,但是他進入大學 為什麼別人要讀這麼長,要讀四年 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他連中英文都要再讀過 或者一些其實跟他課程的核心 可能有些少相關的 可能你讀社會科學,你又要讀少少心理學 但之後你去年二、年三 你再選核心的東西 其實你不會再理會那些東西的了 但相反來說,微學位我只是專注於某項技術 所以我才可以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 又學到掌握到那個技能 用一些實際的課程去解釋 你會比較對自己有利 比較對自己可以解釋得到 你那個微學位究竟在做什麼 針對什麼 以及回應到對手所說的事情 今天政方唯一能夠 我覺得能夠比較好回應到的 就是你知道那些課程 有一些大公司的認受 這方面 當別人去咬 在這方面咬的時候 你能夠做到一些反抗 例如別人跟法文問到相關的 其實可以回應得比較好 就是別人問 對方問說 你說入大公司 入大公司是做低層還是做專業 你其實可以比較好回應 去針對對方的問題 如果他是進去做低層 就不用特意 就是匯豐銀行或者其他大機構 他如果請那個人純粹做低層 他就不用特意跟這些機構合作 就這樣報紙登一個廣告就可以了 還需要浪費時間跟你合作嗎 跟得你合作 就是因為信得過你這個機構 可以給得到一些專業的人才 他才肯跟你合作 你以為很有空嗎 其實這樣可以針對對方一些問題 去做一些解答 然後反方那裡 其實今天反方相對來說 例如在語言上的運用 策略等等 我都覺得有相當多 都是OK的地方 而崇德本身也是經驗相當豐富的辯論隊 這個當然也值得欣賞 但是有些位置可能其他評判覺得沒有問題 或者大家在所謂的辯界裡面 都已經習慣了這樣去用這些語言 但是我個人也是那句 我個人評分 有些不太喜歡的 例如 如果別人說是沒有監管 那就沒有監管 所以質素低 如果有監管 你就說 你也承認因為有問題 所以需要監管 那就是別人答什麼都不行 有監管沒有監管 總之別人就是壞 這一類的語言 其實反過來 如果你做政方 就是下次有比賽的時候 別人用相同的語言去屈你的時候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可以說過去的事情 當然我也明白這個辯論比賽 你這樣說別人不懂回應你 就是別人被你弱 但是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就是一些語言的時候 如果離開了辯論比賽去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而你不會用這些辯論詞語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些辯論詞語最好 也無需要在辯論比賽出現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我希望辯論比賽大家爭論的事情 是離開了辯論比賽賽場 你和一般人討論 你拿出來也是具說服力的 而不是純粹別人覺得你窒口窒事 是的 這方面 或者來來去去 我不太明白 其實你有很多東西已經可以回到別人 例如 那個 課程 那個時間真的很低 就算是我剛才舉的例子 可能也是半年時間不夠 他可能真的學到一些東西是很皮毛的 就是說每樣東西都可以碰一下 但是 在那個網站上 例如那個網站 他懂得怎樣寫語言 但是怎樣運用語言去令到網站變得方便 或者是那個設計上別人看下去吸引到別人 這個就不是那些微學位 我暫時從那些課程的例子 我就看不到他是會給到這件事 而這些是真的需要深掃的 這些其實也是你們主線想說的東西 而又說得到的 為什麼還需要去到後面 還在說 還在所謂的歸納 但是我覺得其實是 都某程度上是在屈 總之你今天說的就是 總之有毒好過沒有毒 有好過沒有 其實別人不是在說那些東西 你亦都不需要說那些東西 因為你已經有其他 我覺得更具說服力的觀點 是可以說到 例如時間 就是那個時間太短了 或者上課是比其他方法更加 更加看那個人的自律性 而實際上你有調查 去證明那個自律性是不高的 我覺得是 用回這些內容 你搜集回來的資料 總比用這些語言的運用 或者似乎講講一下 不是別人所說的東西和立場 你那個說服力會更加高 贏的分數會更加多 如果你贏的話 當然想大家了解我評分的時候會是怎樣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聽完評語之後 回去再看一次比賽 然後看看如何改善更具說服力 令你遇上任何不同類型的評判 你都可以贏到比賽 拿到他手上的票 多謝你 多謝李政權老師寶貴的意見 接下來有請藍田聖寶陸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鄧惠南小姐 大家好 我首先講一講 其實我也很感謝前面那位評判的意見 我都很同意 我首先 我講一講 這場比賽有什麼是大家可以做多一點 令評判的聽起來會更清晰一點的事情 首先就是想講青年競爭力這個標準 正方今天就說 這條標準就是可持續發展 有份系統報告 其實我覺得這條標準 你不太需要開出來的 因為它是有點虛的 沒有人會知道 可持續發展 沒有人清楚在說什麼 而反方 接著就不斷側的標準 是否代表有好過沒有 其實我也同意這句 今天你是一主便一副二副都不斷錄一次這句 但其實我覺得這句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如果我是讀一個學位 那我一定有過學位好過沒有 這不是重點 問題是你這個學位到底有沒有用 或者這個學位是不是很廢 這些才是影響著你的學位有沒有的必要性 甚至是你開了一條這樣的問題 你主便問過一次 證方主便答過一次 然後你會發現 證方一直都沒有回應過一個有好過沒有的 甚至去到他後場都已經承認跟你說 是我多一個技能 然後僱主會請我 見到我的時候會見到我多一個技能 為什麼不請我 其實這樣證明了他今天都覺得 是我多一個技能好過沒有的 其實你去到一副二副的話 已經可以自己深呼一次 不需要不斷重複這條這樣的問題 好 然後再說 今天我覺得可以再做多一點的是什麼 就是 微學位其實可以分為微學士和微碩士 相信 我都知道的 問題就是在於 到底今天年輕人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而不同的學位 它目標的都是不同的年輕人 例如可能 你可以標的 是剛剛中學畢業 但沒有讀 但可能分數進不到大學的那一小時 或者可以標的一些 本身我已經 自己手上有一個 學位在手 但我想轉行 可能我本身讀多 想轉去IT行業 這樣 我就再讀一個另外的 degree 這樣 或者是我本身已經讀開IT 但我想深層下去 我再讀一個這樣的微學位這樣 我覺得心對著這三種不同的人 其實你的微學位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個是我覺得正方或者反方都可以考慮一下的事情 例如 中學生畢業 其實現在都有高級文憑 副學士那些 那些微學位的定位到底在哪裡 我可能正方應該是我今天都不會很聽到的事情 然後 我再讀的是我想講一講 可能正反方可以進步的地方 首先是正方就是主線上面我想討論一下 主線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首先就是你開出來的東西其實都很標語化 然後反方今天說的東西都是 都是說了你們主線的問題 就是你們的主線其實是沒有證明過任何成效出來的 只是說這份主編稿的主線 然後你說的全部都是理念的 就是你的理處成效是沒有用過數據來討論 或者任何仔細的東西都沒有 然後在一個邏輯上 你的推論都不是很完善 例如你今天說 香港的學生 香港的青年人沒有創新的能力 然後就推論了說 我現在有微學位 那我就競爭力大了 但問題是你的學位如何幫助你的創新力 或者在一個學位裏做過什麼去幫助你的 這些中間的推論 其實每個步驟都應該要加進去 你們可以下次寫一份主編稿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仔細地寫回這些推論 然後再下的就是 我覺得正方有一個進步的位置 就是怎樣用你們的資料方面 今天正方用來推論它的成效 去到後場就有說過 它有兩份料 第一份就是 兩份料都是用Tekky的 叫香港IT的MicroMaster課程 然後就說它有九成的人都可以加薪 或者有入匯豐 甚至是說它加薪加到兩成 我覺得這些數字 首先第一,你的加薪加到兩成 你的報告或者數據如何來呢 你都要論證 你都要告訴評判或對面 因為這樣聽其實整件事是 對面今天問你說 如果你是本身進去的人已經很厲害 那加薪就行了 那我是否也會加薪 這些是對的質問 這些都是你份料會拆不到的東西 所以在運用資料上 就盡量仔細一點 就少用一些推廣形式 即是來自廣告 這份料本身應該在網上 你打到課程資料 你就會看到這份東西 這些屬於它的推廣的東西 如果有更好的資料 就盡量避免 另外就是 說反方方面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想聽到你們一個理念的藍圖 例如你今天說到 對面的問題就是問華 你覺得現在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你學到科技 創新 又更快更靈活 其實這條問題你們應該很簡單 就能回答到 但你們沒有回應過 以及你們可能 二副一副的位置 你們的底稿都應該要推論一下你們 到底你們想要 未來上應該有的讀書渠道 你們想要什麼 如果就這樣聽 我今天就假設你們說的 微學位 就已經等於了 另外的碩士博士的課程 但其實實際上 是有很多種 你可以說到的 是打擊著不同的人 可能有什麼進修文憑 不同的事 再加上你說什麼更靈活更彈性 其實都可以回答 就算我連碩士都可以兼職 你覺得什麼彈性 真的這麼難嗎 這個真的有一個獨特性嗎 這是反方今天應該可以說一說的事情 然後如果 然後再下 就是你們今天的主線 就有說過 不受認受性 以及學位貶值 然後不受認受性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正方也可以問一問的位置 就是他今天說的不受認受性 是說他不是在資歷框架裡面 我的問題就是我希望他加上資歷框架有多難 他現在都出了 在香港 其實你們今天正方主辯 開中連結都說 其實在香港 資歷很淺 這幾年才出現 可能你這幾年還未 封職到框架裡面 就代表他沒有認受性嗎 甚至是有些說法 他在他的公司裡面 之後你當然要找一些其他的証明 但也有說過 其實他目前 都是在用一些口碑的宣傳 口碑的形式去 令到有認受性 有大公司認可 這個都可以說一說的位置 然後就是學位貶值的位置 學位貶值的位置 今天正方是沒有怎麼回應到的 可能正方不是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你可以嘗試質疑反方的位置 今天假設反方 我會問反方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覺得不讀微學位 那醫隊想進修的青檸應該讀什麼 我今天聽了成名比賽 有分級正常就會答 可能是碩士博士 按照你今天的主線 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建議他們讀碩士博士 那麼電視上不是也是 令學位貶值這件事發生嗎 你也會多了很多碩士 多了很多博士出來 這樣就一樣是學位貶值 所以學位貶值這個問題 今天右方是有點矛盈的 就是希望你用微學位 來解決學位貶值的問題 但其實這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根本就不應該用微學位 一個教育的東西來處理 就是你拖一個教育出來 你也不會預期它可以解決學位 你不會預期它令學位升值 這個是 青年人面對的問題有很多種 但我今天正方要論證 其實只需要我提升我的競爭力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論證這堆東西 所以這是你應該要拆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今天反方有一個強位 可以用多幾個位 但很快就已經放掉對面 就是微學位是一個太短的課程 然後其實今天一副或者二副 都有問題就是問話 如果課程太... 正常一個博士學位 如果別人用這麼多年讀出來的東西 你不就跟我說你16個月讀出來 就等於你可以救一個博士 這個是一個對的問題 這也是正方今天沒有回應過的 他就這樣回答你 其實有小蕭榮的時候 他現在不是短 他是濃縮 但是... 是可以這樣的嗎? 這件事是有些... 就是你說全人教育 你去到碩士博士 你不會再需要讀那些 基本教育的 已經不會有這堆的了 就是你所謂的太全面 就是你說讀的東西太廣發 不夠專業 其實對於碩士和博士來說 因為他在讀的東西 依然是會深躁在他裡面 例如可能 就不會帶來一個智能人工的碩士課程 你去看他裡面的細節 其實他要收的那些credit 全部都會是... 都是廣門的theory 然後還有一些application 就是如果我是... 可能反方的 我就會說 這堆東西是一個博士應該要有的東西 即是一個碩士或者一個專業人士 應該要認識的東西 就可能是... 甚至他的課程會包含你 要推出一些新的程式 人工智能要做到的東西 你問回頭 到底... 你現在說的微學位是否能做到 是的 但是... 然後... 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然後... 我繼續評語就到這裡 辛苦大家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鄧小姐 接下來就有請金巴倫長老會要到中學 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黃寶欣老師來給一些評語 好 首先不夠剛剛兩位評判的評語 其實我到最後一位都是做一點點補充 這樣說之前可能大家先戴頭盔 因為很多時候在辯論中 有很多人在策略上或論點上的推薦 是在牆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的教練或是自己準備了一段時間的辯論會比較清楚 我只能就你們剛剛牆上的表現 去給一些意見或評價 但最後都應該是用你們教練和老師的準則為準的 首先在正方方面 正方做得好的地方都很明顯 就是整個論點推薦是很聚焦意味的 就是微學位是磚和精 所以聽上去都很難明白你之後的論點 但是有一點失色的位置 就是在資料的運用上 似乎就不太能夠讓你的論點確立 因為聽到其實你從頭到尾都是說幫他找到工作 還有後來會看到就是加到兩成人工 但是在你們的推論裡面 其實是講到微學位是等同好像在讀一個大學課程 他們的精華度都很強 其實我到了台下 其實反方都專問 究竟你說大公司聘請的是什麼職位呢? 這個其實我由開始到台下的位置 我都是問題了 我自己都問好了很久 究竟聘請的是什麼職位呢? 如果你一早找到資料 你的同學就能答到一定是專職的人員 為什麼不一早出呢? 這樣會令你的推展比較順利 或者更加找到的就是 其實他聘請的位置 其實是等同一個大學學士的畢業生的 那是不是也會是一個可能的方向呢? 當然找不到就可能會有找不到的處理方法 然後第二 其實可持續性發展 這個準則是由政方提出的 但很可惜你們出的論據 都是一些很即時的事情 即是可能他即時加了兩性人工 可能是我聽到的都是即時他有人請的 但對於他長遠發展而言 他學會那個技術 究竟對他來說 那個可持續性發展在哪裡呢? 因為在你們的背景裡面 是時代不斷變的 微學位的東西就是專和新 當他可能讀了微學位之後 當時代不斷變的話 你說的微學位究竟對他長遠發展的作用在哪裡呢? 我似乎還未聽到你們用的資料和你的立論之間的關係 還是你們在說因為它夠短 所以當時代不斷變遷的時候 我們不用每次讀四年的學位 我可以每次讀幾個月或者幾個星期的課程 其實我已經補足到一些我專業知識上的不足 這也正正是一個微學位上的優勢 但又似乎不太聽到你們這個方向的推論 所以未免就有點可惜了 事實於在反方方面 我聽到一個很好的地方是攻擊力很強的 即是不停地問問題 但我也同意剛剛評判所說 有些問題是似乎太過於辯論上的事情 或者沒有聽到同學說的事情 因為問蛋糕 是不是讀一個蛋糕的課程都會提升到競爭力呢?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你問到後期都在問這個問題 其實但是 可能正方沒有很正面回答 但其實他在訊息上 他也全體清楚 因為他的課程是呼應著時代發展的 但你的蛋糕似乎不太對嘴 至於規管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問得挺好的 但可能更好一點 就是因為規管是正方提出的 所以他會不會有多些論證責任 去講究竟如何規管呢? 而不是在主編講完規管之後 後面就不再說他會如何規管 聽起來似乎會舒服 其實你只是承認了有閉署 那閉署也不能改 可能的方法是問他 你自己提規管 你自己需要論證 你做回你的論證責任 然後可能在攻擊力上 其實我也聽到一副位置 其實是挺好的 因為你有報告說 長遠發展來說 其實對於長遠發展來說 協助溝通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原來有一份論證 可以跳入正方的準則去打 因為正方正正在講可以長遠發展 你的論證就是 原來我份報告就是 對於一些青年人來說 他的專業的要求其實不是很高 因為對他長遠發展而言 當個個都在行業中 有專業知識的時候 他反而一些協助能力 或者與民能力的要求是高一點的時候 這就是你們可以繼續發展到的東西 所以看看會不會在這個方向 加強你們的競爭力 不是你們的攻擊力 但是有一點攻擊力其實很好 但是都是一些建議 但是在主線設計上 反方 其實我聽到 立論上應該有些矛盾的位置 但是整方沒有指出出來 第一個點是說 微學位是沒有認受性的 又不在資格格內 老闆又不承認 但是第二點是說 會令學位貶值 因為人人可以讀僱主 很難判斷到 誰是有學位 沒有學位的能力 其實第一點和第二點是很矛盾的 第一點是說了 母職架構 僱主是不承認的 第二點又說 其實僱主很難判斷的 究竟對你們來說是承認還是不承認呢? 而你們這個矛盾 其實去到結面都會繼續出現 即使是負荷位也是 因為負荷視這個類比 負荷視其實在資格格內有的 其實你那個類比也似乎不太妥貼 所以可能在主線設計上 矛盾位可以處理得好一點 最後總結而言 我覺得其實正反雙方對於微學位的評價 因為你們在評價上 想拿盡自己的贊方優勢 這個我很明白的 辯論都是這樣玩的 但是因為想拿盡優勢 一邊想說到微學位是最好的 另一邊想說到微學位是最差的 反而對於微學位存在這個社會的評價不夠公道 而令到衍生可能有些變場上的矛盾 或者有些可攻可守的位 反而令到自己有負荷 所以可能在主線設計上 就可以再考慮多一點 謝謝各位 謝謝黃寶欣老師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計算結束了 現在就宣佈錯過 首先就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為 反方義父朱沛恩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證 方得票為0票 反方得票為3票 換言之今天勝出的是反方 下班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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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